浓浪灰烟直传天际 笼罩整个天空 也笼罩了两层楼建筑物 二楼法郎店冒出火焰 店内已经要烧成灰烬 烟烧到一楼超商 一旁的人寿大楼也岌岌可危 消防人员布水线 对着火场狂灌旧 但火势越烧越旺 二楼还不断有灰烬碎屑 掉落下来 情况危急 台南市中山路上全是浓烟 伸手不见五指 附近把握公司顾客 急在一楼拿手机狂拍 记录这恐怖景象 一开始就是他就是起火 然后就还没有起火 就是冒小烟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就冒农烟 然后就一直很大火 然后到现在这样 把旁边两侧的人 跟这个南方公园 还有对面这边的人 都先做一个疏散 恰恰巡逻经过的两名远警 当机立断帮忙疏散人潮 方便消防车进入火场 而起火点 疑似是后方建筑物二楼的 交通公司上午近十一点 突发火警 蔓延到法廊跟超商 一方面楼梯被烧毁 消防水线突破困难 再来就是法廊化学染法剂 以及超商杂物多 一燃物也诱发火事不可收拾 火事延烧一个半小时才熄灭 波及了五家店面 损失惨重 左心五人伤亡 但起火原因目前还要调查 连续假期 台南失去大火 让不少处有民众 下出一身冷汗 记者赖冠章台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